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我们看到随着2024年台北股市资产行情持续的炒作 台北股市冲上2万点以后 我们看到在整体市场的避险操作也开始如火落足的开始发酵 一部分是把资金投入到债券市场 尝试着在自己股债当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债平衡 那一半一部分人则是会把资金投入到波动性相对没这么大的房地产市场 以此达到保值抗击风险资产回调的可能性存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来聊一下 到底台湾的房市在整个2024年总体基调为何呢 毕竟前两个月份目前的买卖移转动数已经正式出炉 市场似乎有开始量能回归的感觉 今天来跟投资朋友观察 整个2024年台北股市如果痛下史高 对于房市的影响又是为何呢 我们具体来留意 如果是以六都建物满满一整动数来做观察 台北市年征服在前两个月征服是有三成四 新北市是三成五 桃园是48% 台中38% 台南以及高雄都是44% 六都合计成长四成 那为什么要以前两个月来进行统计 因为每年的春节 可能元月份二月份都会有一些基期上的误差 所以直接把前两个月加起来来进行统计 会相对比较坚确 那看得很清楚 今年的量能其实有非常显著的回归 代表着第一 新金安的正面作用仍然正在发酵 那第二件事情是 市场的买气 随着台北股市的冲高 开始有人进行一些相对应 避险资产的配置了 事实上我们以整个2023年的状态来做观察 基本上虽然价格在冲高 但是本身的量能结构是没有太健康的 举例来说 以2023年六都新竹县市全年新进场的建案状况 个案数的部分基本上是年减了8% 户数的部分也年减15% 不过去年的总销金额反而创高了7% 这是怎么回事呢 卖的数量变少了 怎么会赚到的钱变多 因为卖的价格变贵了嘛 我们看到去年新案的平均开价成长幅度是高达一成 新案的平均成交价甚至是高达一成一 也就是说去年的预售屋基本上从单价层面仍然在创高 但是量能已经开始有所松动 事实上新竹竿的状态 它也点多是造成对于中国的显著拉抬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整体台湾房市的情况 在2023年量能是有显著收缩的 如果今年的量能正在回归 就代表着现在这个价格 它就有真实的参考意义存在 只不过过去我们总以为市场的价格流入方向 大家的选择逻辑都是那种有交通建设的 交通建设最好旁边有shopping mall 有相关的周边建设的这些地点 但第一件事情是 这些地点大部分资产价格都有显著的推高情况存在 单价可能都已经占上40万到50万左右 第二件事情是 现在考量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交通地点 因为高总价以后 你就必须要找到真实的买盘意愿 也就是真的买得起的这些年轻人 而并不是这些便便 路上的年轻人就买得起的这种房型 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的价格涨幅 已经从原本的交通枢纽 开始往科技新贵来做前进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来观察近五年七都预售大楼的平均单价 预售的涨幅 台北市的部分在过去五年 19年是78万 2023年已经涨到107万 涨幅是三成七 新北从42万涨到54万 涨幅是两成七 桃源源人口流入地 从23万涨到36万 涨幅是五成四 单价还是偏低 但是你看到在北北桃的部分 涨幅大概就是接近在三成到五成左右 而真正资金大幅流入的地区 我们看得很清楚 竹科从24万涨到45万 涨幅八成四 台中市的中科 从24万涨到44万 涨幅八成二 南科从17万涨到33万 涨幅八成九 大部分的涨幅都是集中在科学园区 这换句话说 市场上现在已经开始去寻找 显著的刚性买盘了 好那我们要回过头来看 刚性买盘的确会支撑房价 可是市场上又不是到处都是刚性买盘 2024年有这么多的刚性买盘 足以去支撑吗 台湾的房价难道没有过贵 有泡沫风险 破灭的风险吗 基本上我们必须从宏观的指标来做认定 第一件事情 台湾的房价到底贵不贵 答案是真的很贵 我们先具体观察 从内政部在去年所公布第三季 台湾的房贷负担率 基本上全国目前来看 已经高达42% 也就是年薪100万 有42万都拿去付房贷了 新北市是55% 台北市是67% 所以这个都是相当高的 通常内政部的标准是这样 通常房贷负担率 必须要在三层以下 才会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房市地区 才没有市场上 有显著的泡沫风险 整个台湾现在也只有三个地方 目前房贷负担率没有突破三层 分别是嘉义县的27.9% 屏东县的29.7% 和基隆市的26.2% 那换句话说 你看2024年这种涨幅 加上去年四季度的拉抬 嘉义和屏东很有可能早就已经占上三层了 全台湾十几个县市 很有可能只有基隆市到目前为止 房贷负担率还没有突破三层 这出于说明台湾的房价是真的比较贵 而从台湾的房贷负担率拿来跟各国比较 基本上也是名列前茅 远远领先卢森堡 法国 澳洲 希腊 日本等等相关发达经济体 这说明从房贷负担率来看 的确我们的所得跟我们的能够负担的总价 有非常长的一段距离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这是不是代表着房价一定会跌呢 保时捷价格也很贵 是不是代表保时捷一定要会跌 不一定 因为房子从现代逻辑来看 过质产者它不一定是拿来制作的 我们真正观察房价能不能保持在高点 这要取决于这些人的质产需求 什么时候会消失 也就是说这些人什么时候不赚钱了 什么时候没有更多的超额除去 他就不会把钱再投资房地产 房地产就有可能回归到真实的刚进买盘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几个方向 那这也说明着 这些人如果对于某些房型并没有实质的偏好 那么这些房型很有可能在2024年 你反而可能看到总价上的松动 所以必须要了解 到底2024年台湾的房市逻辑要如何来做观察 我个人认为有三项指标来做一些留意 第一就是高总价往低总价的方向流 举例来说我们来具体观察 以各县市住宅大楼的华萨平均成交总价来做观察 台北市在23年的总价是3000万 新北市1675万台中是1300万 那其他新竹县新竹市的部分也是1600万 那正常一个小资家庭 双新家庭能够负担的房价 如果是以单纯白领小资族来看的话 1200到1500已经是极限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把台北新北新竹市新竹县 几乎完全给淘汰了 这些地方一般的小白领是没办法找到适合的居住点的 那也就说明这些地区基本上很快 尤其台北新北很快就会面临到成交量量缩的窘境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买得起 除非你用极小的房型极小的坪数来出售 那反而人口流入地像桃园的部分总价是1100万 台南的部分是1000万 高雄的部分是1000万 那其他像是苗栗 彰化 南投 云林 所以为什么现在整个投资的要点 开始有一点偏向高铁生活权 因为年轻人已经被赶到这些地方来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第一 整个2064年台湾房市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高总价往低总价 高总价不代表不会涨 或者说不代表它会跌 但它有流动性问题 因为就没那么多的刚性买盘 能够让你申请新清肝吗 它就买不起3000万的 你再怎么便宜 2800 2700也没有用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大平数 王小平数 我们以六度和全国平均建物的 买卖移转动数的面积来做观察 从13年到23年 过去10年 台北市是减少了三平 新北市是减少了三平 桃园市减少了三平 台中市减少了五平 台南市减少了八平 总计全国大概是减少了五平左右 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新的建商 它很理解市场上的真实概况 那就是年轻人能够负担的总价是有上限 但他还想买 他有上限 但是年轻人居住的面积是没有下限的 所以一个1000万的房子 涨到了2000万 小资族买不起了 那该怎么办呢 新建案 坪数砍半卖 本来40平直接砍成20平 一样卖你1000万 香港的汤房就这样来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向 也就是只有中大坪数 本身在未来就是一种流动性风险 为什么 找不到刚性买盘 总价太高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与其买一间50平的当投资 不如买两间25平的 这是第二个要点 好那第三个要点 是关于我们长期所追踪的方向 那就是年轻人在过往 都喜欢买预售 新城 就一定要新 小没关系 地点远没关系 一定要新 一定要住得舒服 但现在来看 不管是六都 七都的年轻人 都已经开始逐步了 接受老污林的状态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看整个2023年 七都房屋交易的污林统计 台北市 我们看的是中位数 不是平均数 中位数 现在交易污林 平均是35年的房型 新北市 平均污林是25年 台中台南 都是25到26年起跳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市场上 已经能够接受 相对老的污林 因为这样子 总价我才买得起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台湾房市的三大方向 第一 高总价往低总价 第二 大坪数往小坪数 第三 污林不是重点 你只要基本机能还可以 老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低污林往高污林方向走 那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会成为2024年的主流 所以简单来讲 整个2024年 唯一高风险的只有一个 高总价 抛不掉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到底谁在买这些房子 就说市场的刚性买盘是一回事 但总有一群投机客还在 这群投资客 他还会买下去吗 基本上我们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投资客 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 台湾的资产族群是不是存在 我们具体来观察 我们以瑞幸所进行的统计 在整个2022年全球财富报告当中 台湾总排名是排名第15名 全球排在台湾前面的 基本上就香港和新加坡 人均财富是27.3万美元 这在全球基本上是名列前好的 台湾高资产客群的财富总值的 复合的平均每年成长的资产总值 大概是以18%的速度 在快速的增长当中 明显的跑赢大盘 那这些人为什么具有庞大的财富 增幅的效果呢 你会说不对啊 台湾人哪有那么有钱啊 那是从平均数来看很有钱 这说明可能大多数人真的没有钱 可是有少部分的人 他本身有极大的资产需求 他的钱太多了 这个就是台湾在过去几年 为什么有一群人 始终他不管房市好坏 当下量能放大量缩 始终在进行房地产资产的原因 他钱就那么多 他也买股票了 他也买包包了 他总要有一部分流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尤其他的成长速度 又比大盘还要来得更为快速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在整个2023年 我们看台湾当时的经济成长率啊 只有1.42% 民间投资衰退 存货衰退 出口衰退 可是民间消费 怎么会这么惊人的成长了3.82%呢 一直到2024年 民间消费仍然是支撑的重要关键 成长大概1.4% 这足以说明了台湾人现在内部 即便在去年的景气下行格局啊 有一群人疯狂的在消费 疯狂在买股票 疯狂的在进行房地产的资产投资 去年明明就景气下行格局 可是你看台湾的餐饮业的营业额 居然从8000亿跳升到了1兆 花的钱也变多了 你说虽然有通膨啊 通膨有上行到两成这么多吗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到 这个是中长期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概况 也就是市场上有一群刚性的买盘 目前正在支撑的台湾房市 在2020年的定调 只不过呢 这群人 你觉得他现在会去买豪宅吗 他会去买中大坪数吗 不会 他也是投资属性 他在寻找刚性买盘 也就是未来的这些科技行为 所以第一点可能没那么重要 哪里是工作的就业机会区 哪里有低总价 钱就会往哪里流 这个就是2024年房市买气回归的新讯号 那不代表说你就 中大坪数就完全完蛋 他也不一定跌 只是说会有点流动性风险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投资朋友真的在今年 有换房寻求 你要换大一定的房型 想要坐得舒适一点 看用力一点 因为他仍然不是市场上的主流 好那我们始终要回归一个问题 这投资朋友会好奇 少子化总有一天会发生 那当少子化发生以后 这个刚性买盘总有一天会消失 OK 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迹象 但我们先从第一件事情来看 东京也就是从精华地段来看 即便日本长期的少子化 从都市地区来看是不会跌的 这是第二共识 就是说其他地区可能会松动 但都会区是一定不会跌的 因为它是人口进化区 第二件事情是真正影响到 房市刚性买盘消失的 不是少子化 而是户数减少 我举个例子来说 台湾的少子化 其实不是这两年的事情 我们具体观察 国发会所进行的统计 台湾在15到64岁的刚性买盘 早在2015年 人口数就已经来到高峰 是1737万的 现在只剩下1600万 等于是能够买房的人 已经减少100万了 可是房价还在涨 这什么原因 今天我们看右边 我们看到 台湾的总体户数 还在创下新高 但是户内人数反而减少了 这说明以前是 三个人四个人住一间 现在是一个人两个人住一间 所以我买房的户数还在增加 这就导致了 真正的刚性买盘还在增长 这个刚性买盘预估 要到2035年以后 才有可能会有完全见顶的可能性 好了 那你顶多说 从2035年以后 房价可能有修正的空间 但是你觉得它修正的回 2024年的买盘效果吗 2024年的价位吗 所以也提供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了 我们必须对于整个资产架构 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 不能因为价格上涨 股票上涨 就说大家都在买股票 是有钱的那群人 他有没有持续的赚钱 今年台北股市是一个标准的景气复苏格局 没有意外的话 今年的bonus 科技行贵 一定比去年来得多 景气信号灯都从蓝灯来到绿灯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上行区间 也就代表着 今年大家领到的年终 和薪资应该会变多 那这些人拿到这些钱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当然会有一部分拿去消费 有一部分拿去买股票 但终有一部分人 他有他的资产需求存在 所以要让房市崩跌的唯一方式 就是要让台积电垮台 让台积电工程师完全都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才必须要跟投资朋友了解 必须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 来了解资产行情的架构 换句话说 2024年房市的买气是否回归 是的 价格会不会再创新高 不一定 但是小平数 大概率单价一定会再见天价 中大平数他可能会有流动性风险 那这个时候对于2024年的 不管是投资还是制住的效果 你本身就会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 当然这没有代表一定要买房 租房也不错 台湾的租售比比较低 租房也是一种选择 只不过我们提供给投资朋友不同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从当中获得一些理解 也祝大家在2024年新的一年 每人都能够发大财 赚取庞大的财富收益 大家也赚得盆满钵满满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也祝投资朋友操盘顺利 看盘愉快 那也希望接下来针对财经号角 不同的专题 大家也可以给予我们不同的想法 希望谈及的主题等等相关的方向 也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号角再相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镇炭